字幕志愿者 杜允 这个节目是贡献给社会 分享我的影片 我觉得我需要的资讯 想和大家分享的 是越广泛的平台越好 我是不收钱也不收钱的 即是这个节目 如果你觉得有教育性的就更好了 OK 大家好 今天我就会讲一下所谓 Magnificent Seven 即是后面这七间公司 例如Microsoft、Google、NVIDIA、Tesla、Amazon、Facebook和Apple 为什么要讲他们呢? 因为今年升得最厉害的股票就是这七间 现在我再解释了 最近刚刚开始调整有些人就跳出来说 应该要短短这个Magnificent Seven 到而应该要做多看好恒指 当然我们在香港也很兴奋 所以我就想解释一下 这个故事说回从开始 也是去年OpenAI推出了ChatGPT 大家就马上知道这是一次可能比工业革命更加重要的一场 智慧革命或者智能革命 也开始了一场首先奔往人类自卫水平 即是所谓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继而可能开始超越人类 奔向这个所谓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ASI的一场竞赛 充满无限商机 但是我以前也解释过 也可能是很危险 起码是非常刺激的一场竞赛 现在市场的判断 虽然未必正确 就像我所说 就是AI最大赢家 可能就是刚才所说的七间 主要是美国的龙头企业 OpenAI当然就是一间 其实是一间start up 初创企业 它的规模就不大 本来更加是一间非牟利机构 Elon Musk已经说到很多次了 他说他很生气 他说他跟Sam Altman 以及那个Chief Scientist Ilya Suskiver 成立之初 就是打算是一个 就是为发展安全的AI 为推动人类科技的一个非牟利机构 但是后来Elon Musk离开了 他就觉得Sam Altman 尤其是背弃了这个愿望 这个宗旨 反而变成一个 我也不知道合法还是不合法 变成了一间牟利的公司 更加是卖了很多的股份 接受了很多的投资 就是过百亿投资 从Microsoft 所以他仍然说是独立的 但是不过都跟这个合并了 Microsoft差不多 首先我再说一次 就是如果一间小的公司 可以独立去发展AI 他会 但是其实你是需要很大的资源 无论你训练方面 或者需要很多的数据 你才能够有机会成功 所以市场判断最大赢家 就是刚才我说的一群的 就是美国的龙头企业 中国那些都有机会 但是再说一次 很多已经缩小了很多了 还有我已经说了 就是文化上面的限制 或者硬件方面的限制 那就是try the will 但是会不会那么容易成功呢 就是对比这些美国的企业 就是难一点 那就先说Microsoft 那么它是一间原本已经很成功 很大的公司了 那但是呢 就是在这个超级CEO Satia Nadella领导下呢 它是越来越厉害 就是它是 我觉得它有机会 将来再次超越Apple 成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 都不出奇的 那么它呢 就是现在距离还有20-30%的 但是我觉得 就是如虎添翼 加上这个AI 那么无可置疑这个Microsoft 是就是很有机会 就是增加会成功了 无论是cloud方面 或者它加入这个 比如说AI在它的copilot那里 就是它原本的office 很多的服务 就是基本上它所有的产品 都会加入这个AI的元素 那么搜索方面更加是 那并是完全没有market share的 那就是放一些upside 那么如果它稍微增加了一点 那么它都会影响了这个Google 在search方面的这个 这个独怕天下的地位 那么 至于Google 那么那个CEO 现在都是印度裔的 叫做Sundar Pachai 你照片看它 它的学历更亮丽 这个Sundar Pachai 他本科是印度最出名的IIT 就是印度的MIT 毕业的 那么挑选性只会更难 就是这个MIT 那么 但是反而这个Sundar Pachai的领导 就令到Google有点迷茫 好像迷涂羔羊那样 那么多年来它其实那个营业模式 都是独股日美 仍然是靠search 仍然是靠search 带来的广告收入为主的 那么它以前也很便宜 就买了youtube youtube其实真的很棒 它是一个视频的平台 那么你知道近年 无论你TikTok也好 或者Bilibili 还是你说美国Netflix 就是Hulu 就是很多各种形式的视频网站 差不多一个老大哥就是youtube 但是你又发现它 就是我也看很多 但是不过它又没有什么改变 没有什么进步 它又某种意义上 就不能变成一个社交媒体的平台 你可以留言 但是又没有什么方法 让你互相去接触、沟通 那么就是有些可惜 那么它的变现能力 也似乎是未能够完全体现出来 那么Google 其实那个科技根底是最厚的 Larry Page、Serge Brin 两个都是Stanford 就是杜金度含金量极高的PhD in Computer Science 尤其是Search这方面 就是很接近AI 但是它弄出来的云端计算 那个服务又远远落后于Amazon 和Microsoft 所以就是有些可惜Google 就是那些老板很有钱 那么它就很喜欢发展一些很虚无缥缈 很远的Basic Research 就像以前的Bel Labs 那么它就搞长生不老 又搞Quantum Computing 那么有些可能turn up会很有用的 但是那个距离仍然很远 那么说回AI 那么它多年前已经收购了英国的Deadmine 那么曾经一度 号称全世界70%以上的AI人才 全部都在Google 包括所谓这个AI教父 Jeff Hinton 就是Toronto的位 还有他的得意门生 就是刚才说 Ilya Suskiva 那么他都是一起把公司卖给Google 然后进去Google服务了很多年 然后呢 但是 还有就是连这个ChatGPT的最基本的 那个neural network model 叫Transformer model 其实都是Google发明的 就是这班人在Google的时候发明的 那么后来当然这个Ilya Suskiva 就被Elon Musk 和Sam Altman就成功叫走 就去了OpenAI 做了其中一个co-founder 以及现在都是他的Chief Scientist 当然Google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个AI竞赛 那么就是我看到那个 譬如Jeff Hinton说 他们本来很小心去发展的 就是很担心AI safety 各种东西 which is good 但是后来看到 就是ChatGPT推了出来 那么他们要急于追赶 所以大家如果记得 他是很匆忙 在床底下他推出了这个Bot 那个ChatBot出来的 但是那个发布会 就是又是错漏八出 那就是说他答了 有些问题都答错了 虽然我不觉得答错是很出奇的 AI现在不是十分准确的 但是到了 就是过了一两个月 他再次推出正式的Bot 那么大家就体会到 其实他那个AI的功底 是非常之深厚的 绝对不会输给这个 Microsoft加上OpenAI 那就是肯定是一场龙僧虎斗 这个AI之战 这个AGI之战 那然后第三间NVIDIA 老生上谈 沉甘热的时候 挖甘发达的没几个 但是卖产的那个 就肯定先发达 那就是AI 最后是到底winner takes all 还是a few take most 就是寡头垄断 还是百花齐放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 第一个发达的 那个就肯定是卖产的 那个NVIDIA 那股价就是不用说了 率先是破顶 那就市值曾经intraday 重破了1万亿美元 那这个是一个分水灵 来的 从来没有试过有间硬件公司 没有试过有一个芯片公司 半导体公司 是超过了1万亿的 当然它是Fabless 它不是自己制造 它是靠主要TSMC 现在也会考虑用 甚至乎 Samsung 甚至乎Intel 它有用过Samsung 但是NVIDIA 就不是一间初创企业 它已经成立了30年 那么初头主力发展 就是那些打机 那些graphics card 现在也是它主要业务 那当时呢 其实它的最大对手呢 就是另一间Toronto的公司 叫ATI 其实主要那些创办人 就是香港人来的 那我也认识他们家族 有部分的成员 但是他们呢 就在06年的时间呢 已经是卖了给AMD 那当时作价都不错的 是56亿美元 那但是对比现在NVIDIA 一万亿呢 那就是 是不是有少少可惜呢 虽然我 就是那些创办人 个个都有钱 有些去了美国 有些在香港置了业 那就是有些在香港的 回到香港的 但是就是对比起 现在就是NVIDIA的成就 当然就是 就是不可以这样比较了 那AMD当然现在 都会发展AI的chip 但是不过就是 似乎还没正式推出来 那所以就是某程度上 他们吸收了这个ATI 但是又未必是好好的 运用去发展GPU 所以暂时AMD仍然主力是 就是这个CPU方面 其实这个 就是NVIDIA都很幸运的 那初初就是游戏了 那后来 就是最近这几年 那突然兴起一些 cryptocurrency 那刚好 GPU也是一个 很好用来挖 尤其是Bitcoin的产 当然其他的 就是Proof of Work 那些 都是很多人会用GPU 但是就是 这个 NVIDIA的chip 有时候太贵 那些人 不会用 那样 但是那个风潮 都差不多过去了 就是 现在挖两挖 都没什么好挖 那另外又刚好呢 这个 其实早一点 十年前 左右 就是这个 Jeff Hinton教授 偶然碰上了 GPU 他自己说的 那他就给了一些学生 试一下 做这个deep learning 那结果一拍即合 发现那个功效呢 是比用CPU 就是8倍的 那正如 俗语所说 就是The rest is history 那 就 现在 就是 不是最大 但是AI的应用 就是这个NVIDIA 最亮丽 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亦都有 profit margin 应该是最高的 就是 70% 或者更高的以上 那 NVIDIA 不止是硬件 它那个软件的interface 也成为了industry standard 所以它就主持这个 整个AI deep learning的market training 甚至是inferencing 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 市占率是80% 甚至90% 那 那 最近 Jenson Jenson Wall 他的founder 也有说 NVIDIA曾经面临三次很严重危机 几乎破产 但是你看看 他每一次都 化险为宜 能够抓准更好的机会 再上更伟大的台阶 那这个不可能只是运气 所以Jenson Wong 就是很厉害的 旺人分 即是出生于台湾 但是好像九岁去了美国的 那他 不论我 看到他最近 已敢还乡 回去台湾 他做了这个 台大毕业典礼的主讲嘉宾 那 风头一时无量 他英文perfect 国语也非常好 他是台南人 台湾话 也说得似乎非常不错 那 风头 其实直逼 甚至超过了Elon Musk 尤其是在台湾 他一举一动 都成为了科技界 财经界 八卦界 甚至地缘政治的头条新闻 他在街边 这个是几个月前 他和几个街头basking的女孩 他点首歌 Lady Gaga 给他们唱 那段的视频 都成为了Viral的Hit 那 他去夜市吃过什么小食 臭豆腐 那些人就立刻去访问 那 穿什么皮裤 大家看到他很开心 演讲的场地坐了2000人 结果容量是2000多 结果坐了5000人 而且他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都被人访问 他仗义为中国说过话 他说警告美国不可以 不应该过度限制 先进晶片出口去中国 他说因为中国市场非常龐大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那我觉得这个说话 是不是与义相关呢 况且呢 如果不卖给中国 他说只会逼中国 加快发展自己的芯片技术 这些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 你发展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完全自主导呢 会不会 小心 就是violate 别人的IP 那这个是另外一件事 那 而且你看他都很有心的 就是他 譬如说 美国限制不准他出口 就是现在最先进的A100芯片 那么他就特意为中国设计一款 叫A800 就是性能稍信 但是呢 就符合美国 现在的最后限制的芯片 给中国用的 那么下一代呢 更强大 好像说 不知道七倍 还是多少倍的 那个Hopper H100芯片呢 那我就不知道NVIDIA 会不会再为中国特别设计一款 比如说H800 那么 但是我觉得呢 因为这个更加先进更加快 那我想就更加难去 就是适应这个美国的出口限制 那我希望能够做到 那么 那么 我想这个 Jensen Wang 就是想的 但是就是 希望 其实希望他做到 那么 那然后呢 本来有传闻呢 他就会由台湾转飞去大陆的 那么 有些人静着他的 就是捱天 他说会见哪个 那 但是可惜现在似乎呢 就 暂时飞回到美国 那么我希望他短期内能够成行 因为如果他去的话呢 我觉得将会是为中国的科技界 打一口强心针 那么 但是反而 就是真的去了中国的 就是这个是早一点 就 反而是一个Elon Musk 那么 Elon Musk 就是 大家都不用 都不用多介绍了 就是 他是绝对一个奇才 他不只是全球首富 那么 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CEO 就是包括现在 Tesla不去创办 他的CEO 当然是Twitter 就是SpaceX Neuralink Boring Company 就是 Starlink 数之不尽 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人物 那么他 也是一个超级销售士 你看 Tesla 完全不用卖广告的 就是最有魅力 最好的广告 虽然现在 就是他得罪很多人 那么 在美国来说 是不是一个正面呢 或者负面呢 那么这个 可以再慢慢看一下 那么 而且他 最厉害的 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幻想力 和有远见的 Futurologist 他是未来学家 那么 他更加是一个 绝对不可以看小 非常懂科学科技 以及具有 极强 执行能力的 一个工程师 就是 他其实 整体来说 是远远更加 比Steve Jobs 因为Steve Jobs 真是一个 纯粹销售士 但是他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工程师 但是 Elon Musk 绝对是 一个很懂科学 很懂工程的一个人 那么所以 很多人说 Tesla最大的优势 都不是只是说 就是电池 或者是 甚至是AI 而是工厂的 效率 全世界是最高的 所以他的 Growth Margin 是做到 差不多 除了Ferrari之外 是最高的一间车厂 但是他也是一个怪人 他近年 就得罪了不少权贵 包括 President Biden 所以他从来 就算有电动车 开会 都不叫他的 他得罪过SEC 他被罚过 差点坐监 他更加开始 政治取向转右 就得罪了很多 Woke People 在美国 所以就是说 左派自由主义 人士 Woke People 会不会再买Tesla 的车呢 那就漸漸成为一个问题 有时他买了Twitter 之后 就令到他更加 controversial 即是他执行自由主义 但有些人就形容 这个Twitter 反而成为了 美国极右派的一个平台 那就令到他很 controversial 其实很明显 他政治触觉是很敏銳 亦都具有政治的野心 但是无奈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他是南非再移民到加拿大 然后再到美国 所以他就不可以选总统 所以他极其量只可以做一个做王者 King Maker 所以你看看他 在Twitter 他又帮Desantis 去设计 Campaign 虽然那个也是技术上 很多脱漏 可能反而是帮不了Desantis 更加高 所以在现在中美关系 日出紧张的当下 他更加能够凸显到他 就是超凡走降线的能力 上海的厂 Tesla是全球最高Efficiency 生产效率最高的一家 所以他连那个中国人 就是管生产的头 都promote到去全球管理生产 那就是掩然是做了他的No.2 那这些 就是除了是上职人材 也都可能是有这个 就是地缘政治的的关系 那这次访华 就是不可以说是雪中送炭的 但是很明显中国是很开心的 那他得到很高规格的官方接待 就是包括这个中国外长 这个秦刚都接见他 那明显表示就是欢迎Tesla 继续投资中国 以及继续在中国推广市场 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 国产的电动车完全超越了Tesla Tesla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很明显 就是不只是电池 尤其是AI方面 他是有很大的优势 那所以呢中国就很欢迎他 那有人估计 甚至乎就是他已经在美国 做着Beta Testing的所谓叫FSD Full Self Driving系统 会不会获得中国批准在内地试用呢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 无论汽车或者电动车方面 尤其是 那 就是 like I said Tesla的AI技术 其实是非常先进的 虽然它不是一个聊天的generative AI 但是 但是 大部分现在的 所谓的LARGE LANGUAGE MODEL 其实输入的数据 都只是主要是文字 就是 譬如说 CHAT GPT 虽然去到第四 可以给图片的东西 但是也不是视频 那类 所以呢 很多人都 认为 如果AI再训练得更好 他需要更加了解实体世界 那就必须把资讯的来源 变为 multi-modal 就是多模式的 就不止文字了 你就让他看视频 听到声音 甚至是其他的触觉 就是 smell taste 压力 等等 令他感觉到 这个physical的世界多些 那现在你想想 全世界拥有最多实体世界数据的AI系统 那肯定就是Tesla 因为过去十年 他的车队 就是每架车 我也不知道那张合约怎么签 就是 其实那些数据属于哪个 那里 影影影影影影 其实他上传给了Tesla 所以 当时在中国有些controversy 就是因为 哇 去到敏感的地方 准不准你Tesla去收集数据 或者更加 有个大问题就是 那些数据藏在哪里 是不是留在中国 还是会回到美国的 那这些问题 我想还没解决 但是像说 似乎中国现在很欢迎Tesla 那 就是 他已经有40万架车 原来在美国 北美洲 进行这个beta testing FSD FSD意思就是说 你打个地址进去 他自己驾到去 就真的不需要 说off highway 你驾回那只 我不知道 我想你的手 还要碰到一个车盘 就是他未到一个 所谓level 5 的autonomous driving 但是 就是开始接近 那我想 就是 就是现在 据说 可能主观一点 他就说 自己安全度 就是 譬如说 per million kilometers driven 就已经比人类安全 两倍 就是少以外 就是可能 50% 但是这个足不足够令到 就是美国或者很多国家 就正式批准他全面使用 I don't know 但是我估计 就是比以前接近 还有可能是每个州 每个城市 逐步逐步去 就是 容许他做多些测试 然后正式使用 像我说 甚至中国 都可能会考虑 开始容许他 使用 而且 大家记得 Tesla 除了有这个 都很先进的 AI系统 他也 早一两年 开了一个 机械人的部门 叫做Optimus 就是 那套 Comet Transformer 里面的名字 那他就 真是吹嘘 他很棒的 他说这个潜能 非常巨大 可能未来是佔Tesla 最值钱的部分 但是现在时间上早 我都说了 我对 Humanoid Robotics 的进展 其实有些 猶疑 工业上很有用 但是你要做到 人 那么 Flexible 性价比 Power to Weight Ratio 等等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比如说 如果你Intelligence 人世事真的不幸 由Carbon跳到Silicon 反过来 所谓的机械人 如果你用钢铁 用这些Metals 是太重 或者有些没有Carbon Base 那么 为什么不用Carbon Base 的 工具 可能就是人类 所以 我不会沉迷于 用某种的物料 才是最好的 就是 工具 是否需要一定是 钢铁 是否需要一定是这样的 I don't know 那么 说完Tesla 另外 有几家公司 其实AI 暂时没有什么 很多人会问 Amazon 电商 和云端一哥 那么 他们有什么在做 那么 Jeff Bezos 做CEO的时候 其实他很aggressive 他就能够 convince 投资者 不理盈利 只是想着增长的revenue 想着增长的market share 或者进入不同行业 就是由卖书 变成 卖电器 卖所有的家具等等 继续连超市 就是食物 什么都买卖 这样 然后后来就很厉害 就发明了AWS 就带起了一场云端的革命 那么 那些投资者完全是不理会那个市盈率 就是长期 头那十多二十年是没有市盈率的 后来再是过百 接着慢慢下来就是90倍 80倍 70倍 就是现在都是有时候赚钱 有时候不赚钱的 那么 大家本来都不理他 但是呢 近年就是 这个Jeff Bezos高调离婚 那就 跟新女友享受人生 那么就开始在Wimbledon 很多球赛 NBA都看到他的蹤影 那么 逐渐退出管理层 那么 换了新的CEO之后呢 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现在那个CEO叫Andy Jesse 那他就 sorry 当然没有这个Jeff Bezos的魅力 那么 投资者开始投诉了 那么近日 就这个Bernstein那间投行的分析师 就写了一封公开信 就质问 批评 好像activist那样 直接说 这个Amazon是过度分散投资 那就没有集中精神做好他的 就是那个core business 就是这个电商和这个AWS 就是complain他不够多AI 那他就说他建议他应该斩了 首先就是低轨道low orbit的人造卫星系统 叫做Project Kuiper 很明显那个是东斯效频 学这个Starlink的 那么 那当然是没有Elon Musk 那么成功 那么 然后呢 他也搞了很多health care方面的venture 有很多个有care Halo Haven 那些全部不行的 那么Bernstein建议斩了他 那么他就算电商方面呢 有些海外市场 就是竞争很激烈的 比如印度、巴西 和东南亚、新加坡那些 那么Bernstein都建议他们 应不应该考虑退出 那么这个我就不太肯定 但是最主要的问题 现在就是问 但是AWS有没有AI的? 那么其实答案就是有的 就是你不是人人都可以 就是 不是人人都想用这个 ChatGPT的LLM 或者用Bard 就是Google那个 那么如果你自己一间公司够大的 你想自己train自己的LLM 那么我想有很多人会选择 用一个比较neutral的platform 就是用AWS 那因为他都会provide很多的GPU 的computing power 那所以我觉得他 就是AI一定都有他的一席位 那么但是 你看他自己的AI 就是namely 最出名就是Alexa 就是类似Siri的那个系统 就是给你家里跟他聊天 问他时间、天气 和你想order一些东西 从Amazon 那么有帮助 但是那个的 就是那些叫ANI 就是他的能力 就是跟现在ChatGPT的那些 是很难比较的 那么 新的我就不知道 这个Amazon做得出名了 但是 就是跟今年很多的大企业一样 首先就是cut cost 大量裁员 还有本来他都说在Virginia 在DC附近 要成立第二个headquarter 那么现在那个计划都停了 因为现在根本没有人 愿意上班的嘛 就是despite很多人的urging 迫人上班 但是也不是了 而且现在经济放缓 所以他就停了计划 但是有些人说他物流方面 其实都还有很大空间 是改善的那个efficiency 首先那些货仓越来越自动化 AI可以帮忙做这个 就是infantry的checking 那么他都 我想越来越多机械人 在货仓里面 就是运货 就是做工作 就是配合那些人类 还有logistics方面说送货 我想也有很大的 耗率提升的空间 所以其实他的股价表现都不错 今年来说也有反弹很多 那么就是 投资者仍未完全放弃这个Amazon 那么另外一间非常迷失的公司 就是之前叫做Facebook 现在改了名叫Meta那间 那间 甚至乎有人感觉 就是有时候改名做Meta 就是他不入歧途 因为他很信这个Metaverse 那么我想 其实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Mark Zuckerberg 就是太早发达了 就是他是一个Harvard的dropout 就是聪明 我想是的 但是科技的根底 一定不可以跟Google 那两个创始人Larry Page Sergei Brin 就是Stanford的PhD 或者甚至Elon Musk 比较 Elon Musk也进入了Stanford Theoretical Physics的PhD program 不过他不再读 他dropout了 就是他的understanding 关于science and technology 是很厉害的 那么 那么 因为这个 Elon 就是所谓的Mark Zuckerberg 太年轻了 那么后来他就 找了一个所谓的adult supervision 就是有个女士 都是Harvard的校友 就是大过他很多的 就是Cherryl Sandberg 那么那个人呢 原本是读经济 根据Larry Summers的 就是那个前美国财政部长 就是他都在Washington做过的 那么很明显 那个Cherryl Sandberg 就是人很厉害了 但是其实他似乎呢 对这个女权啊 对这个女权啊 Vokism啊 以及未来政治前途 可能更大的兴趣 那么所以呢 他赚了钱就闪了 那么他又 就是几年前很可惜 就是那个丈夫就是在健身的意外 就死了 那么所以我想他都真的 对他有些很大的影响 那么所以其实他在那里都 挫脱了很多年了 但是不是看到很大的贡献 去改善这个Facebook的企业管理 反而 就是during那个period Suckerberg就是很沉迷 Metapes大量投资下去 Oculus 和其他相关项目 那么就连公司的名字都改了 但是汇报似乎没什么 就反而是Cherryl Sandberg 离开了之后呢 Suckerberg就是似乎觉醒了 那么他就要重新集中精神管理公司 那么新业务也是暂时没有很多 但是呢 就大大减低开支 减少在Metapes方面的投资 还有呢 就大量财源 所以就有个lay off 每一次他炒一轮人 股票就反弹一下 那么所以其实今年曾经是反弹超过一倍的 从去年那个低位 那么 那么 但是有一件事不好呢 就是他 他太太是个越南华侨 Prisisla Chan 我怀疑她懂得说广东话 因为有些越南华侨 其实是很接近广东的 那么 那么 本来他对中国文化就很有兴趣 那就走去学中文 如果大家记得 他以前去中国呢 试过在那些大学演讲 那么 大售他的中文 普通话 那么 好不好你们自己judge 那么 但是他呢 似乎当时就想利用这个charm offensive 就想帮助Facebook重返中国市场 which I support 我已经说了 我觉得中国 尤其是在这个AI年代 你再有那个firewall 其实是比你更多的 那么 而且你也没什么效 很多人是会翻墙出去的 那么 那变成了名存实亡 不如你就逐步去lower这个firewall 那么 但是呢 anyway 那么Facebook最后 当然是不成功了 就是未能如愿以上 那么 所以呢 他呢 似乎就反弹 就开始对中国 产生很大的反感 那么其实呢 他就 就是据补是多次带头 去攻击这个TikTok 就是有些是告密 有些呢 就正式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面 夸大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性 那么明显就是想利用这个政治手段 去打压对手 因为 其实据说这个TikTok的algorithm 就是AI driven 就是 优于这个Facebook的 那么Facebook都企图 就是 就是 发展了个views出来 是模仿这个TikTok的 但是 就是据说那个AI算法 还是没有这个TikTok那么好 虽然就是 如果TikTok将来使用不到最先进的chips 或者就是 业务上面 被很多人打压他 那么 终于有一天 会不会这些YouTube 或者是Facebook追上来 I don't know 那么另外 我不熟悉 但是这个Facebook 都有一个 Large Language Model的系统 叫做Lama 那么 这个应用现在多数是 在如何精准去提升那些广告的有效度 那方面的应用 就是都是比较实际去帮助他 可以多卖一些广告 还是 Effectiveness增加 可能他收费更多 但是 当然 又是不同 这个 就是 Chatbot那类的应用 那么 最后 这七间 那么世界市值一个Apple 那在搞什么呢 那么 那么 上星期五 就这个 在他们的Worldwide Development Conference WWDC那里 他就主打介绍了Vision Pro 那么 有一款的 头戴式的MR device 那么 那么 其实 销量肯定微不足到 他现在都是一个实验阶段 未正式推出的 那么 那么对那个营收利润 是完全没有影响的了 当然 但是呢 就是技术上面 明显它是远远超越了 Oculus 和Microsoft的Holo Lens 就是它是 有很 很 3D 那个 不知怎样 那个refresh rate 快到你是不会头云的了 那又会混入 你 就是 那个真实场景 但是它又不是直接看穿 它是拍了 然后再project 那就是整件事的integration 各方面都做得比之前 所有这类的器材好很多的 那么 但是呢 这个 AI方面呢 那么它很小心 它特意不太提的 它不用这个AI的文字 反而叫它做Machine Learning 或者它说 这个Vision Pro 都有一个neural engine 去drive它的 那么 而且它也挺出名的 就是 小心这个privacy的issue 所以它就说 尽量会避免 将客户的数据 就是传送去云端的 那这个值得赞 但是 就是exactly 是怎样做法呢 那我也不知道 还有就是这个应用 在哪方面呢 那现在暂时都还在摸索 我想它会给很多developer去尝试 就是无论是medical engineering 或者其他方面的应用 那么我最近都和美国的朋友 聊过 那么他们也是有间startup 是做这个orthopedic surgery 那么他们都在考虑 会不会 就是利用这类的MR技术 比如用这个Vision Pro去尝试去做一下 那么 那么 那天其实有些人说 整个WWDC最亮丽的东西 不是那个Vision Pro的设计 或者平台的出现 而是 迪士尼的老板 CEO Bob Iger 现真台上 宣布和苹果在这个Vision Pro的平台上 会有合作 就是他说 Day1呢 就会有迪士尼的content 放在这个Vision Pro那里 那么这个反而可能是 大跌影响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Apple其实那个revenue 已经见了顶的了 今年会微跌 甚至盈利都可能微跌 但是股价仍然硬正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首先他现金流很厉害 不知道一年一千亿美金 那助用现金超过一千六百亿美金 那么 已经第二个计划去buy back股票了 今次这个计划是900亿 那么 分一年两年去做 那么 其次呢 就是他 他最赚钱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services 但是现在只是占22% 就是包括music 包括 包括 就是 那些 TV 那些其他东西 那么 占比例很小 但是那些毛利率很恐怖 高过 高过70% 那么 那么 他的硬件都很厉害了 就是以硬件来说 就是36% 那么所以当然 这个梦想就是他会增加services方面 那么 然后那里就 就是会提升那个盈利率 都不需要revenue增加得很快 那么 那么 就是 这个就是他们的计划 那么 anyway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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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么 那 会调整多久 调整多深 那 那么当然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 但是 那 美国有很多聪明的政策人士,有些今年就错到云了 包括Monsigny的Mike Wilson,或者美银的Michael Hartnett 他们年初就一直都很长,现在可能发现了一个机会 所以Michael Hartnett很聪明,写了报告 他说建议做空Magnificent Seven,同时做多恒指 尤其是香港、中国的朋友,当然很希望恒指的预测成真 理由其实主要无非两个,第一个就是Magnificent Seven的投资 非常浓潮,年初这7家公司已经是占S&P500指数的两成市值了 但现在占了三成半,如果你说今年S&P的升幅就更加恐怖 其实就差不多九成,88%是内自这7家公司的 其他其实是flat,或者有些是倒跌的 所谓的equal rate,就是你将这7家公司的市盈率平均高达70倍 主要是被NVIDIA和Amazon拉高了 那他说,当然这个也要看看你是说Historical 还是说未来的PE 根据他的分析,他就说 其实70倍就跟2000年的互联网 Bubble顶的NASDAQ和1990年日本的Bubble顶 当时NASDAQ的市盈率是差不多的 听起来都很恐怖 但这个有点偷天换日的感觉 因为现在那7只股票就是说7家公司 都不是说整个S&P的指数 但是你现在在说NASDAQ还是NASDAQ是整个指数 意思就是说当时最Lead NASDAQ那些股票 可能是说10家8家公司 或者是NASDAQ最高峰的时候 头那7-8家公司 很明显,very likely,当时的市盈率 是远远高过70倍的 因为整个index都70倍 现在S&P的index最多是说18-9倍 最多是Historical 也不知道有没有20倍的PE 所以这个有点偷天换日的感觉 那么相反 就是这个中国经济重开之后 现在有些疲态 好像无论投资、消费、出口 都好像缺乏一些亮点 中美关系就更加紧张 所以港股就非常冷清 就是anything but crowded 非常冷清 而且你照看市盈率各方面都真的很便宜 但是现在市场的预期中央会出手刺激经济 无论是减息降纯或者是有些fiscal stimulus 然后最近又再传出 他说blinken本来去中国 后来气球事件又去不到 现在又传闻他可能会去中国 虽然中国又说我不知道 有这样的事吗 但是assume 如果他真的能够成功访华 而assume 中美关系有所缓和 当然没有解决 最多是缓和 那恒指就很有结仓的可能 那这个绝对是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那然后他第二个悲观的原因呢 就是无非都是说通胀和加息 通胀和加息 那当然整天都有通胀的数据 那下星期又临到CPI 那大家估计这个月 联储局会不会加息或者停止加息 甚至如果停止加息 是不是一个pause 还是真的完结呢 还是说就是下个月 7月又会再加呢 那其实这个月 那个probability也fructuring得很厉害 曾经去到六七成 那后来跌到两成 那现在好像回到四成的机会 那但是如果你看 六七两个月的probability 加上就好像80% 那所以可能这个通胀 刑似有点徽之不去 那所以就是大家就会担心 就是会 就是要再加息 而最后呢 加两加始终 美国的经济会不会顶得住呢 会不会真的正式进入这个衰退呢 那这个就是个问题 那所以 比如这个Michael Hartnett说 他就说 哦 美国加元息更加弹 加元息即是进入衰退了 那所以股市可能 还会再散多一阵 那 那 而且另一个technical的原因就是 之前就说那个美国债务上限问题 那现在完了 那就是因为他 勒住了库头一阵间 所以他就没有发国债一段时间 那现在就赶紧要发回 估计1 trillion 一万亿出来 那有些人就担心这个会 drain liquidity from 对方的金融市场 包括股市 这样会不会导致股市会调整呢 那maybe 那我自己总结一下 那我相信这个Magnificent Seven 今次整体来说 都可以仍然说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 AI是一个非常漫长和真实的主题 就是远远真实过metaverse Crypto 某程度上 甚至乎是 重要过这个 这个 Internet 因为你现在说的是 机器的智能智慧 是追到人类或者超越的 就是应不应该给它超越 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一定是 工业革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个革命 那 怎么计算也好 现在都是一个开始 就不是一个完结 因为我们还未达到AGI的水平 那么 加息周期就算未完成 但是都应该近尾性 就是加进一次 两次 所以 It's not like last year It's not the beginning of rate height cycle 然后呢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我一次要再深入一些去解释 其实 是不是3 is the new tool 或者4 is the new tool 就是你这么坚持 要去2%的一个inflation target 其实是不是合理呢 我再说一次 其实似乎是你以前的二三十年 是无法将那个通胀提高 所以你才要定到这么低的目标 所以你的利率才长期培会 接近零了整十多二十年 这个是 之前因为Aging society 和你有excess savings 或者你有peace dividend 就是打败了前苏联之后 所以导致是一个长期的通缩的问题 还有这个globalization 就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等等 那么现在这些 Aging society 仍然存在 excess savings 仍然存在 但是de-globalization 和现在你想launch一个 绿色革命 我已经有解释了很多次 不公平也好 但是你现在的green technology 很多时候都还有一个green premium 那所以呢 其实 很可能你的通胀很难下降到2% 但是你不应该接受4% 就是4%太高 是不是应该接受3%呢 以及反过来 对你这个联储局 或者全球央行来说 如果你稍为高一点的inflation target 其实你给自己是多一点的政策空间 就是你不用这么快就减到0% 然后又再QE 就是印钞票 以及大家都说 它引来很多社会不良后果 贫富懸殊 社会动荡等等等等 以及就用投资来说 你一个高一点的门银 的hurtle rate 令到你投资会理性一点 因为再说一次 如果你的interest rate是0%的话 那就是什么都可以投资的了 就是一百年后 一千年后 才说有 cash flow 会赚钱的project 你都觉得OK 因为一千年后 那一元和现在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是 crazy 是不合理的 所以你高一点的hurtle rate 会令到投资是理性一点 就少一点bubble 也都不会那么frequent 那至于中港投资 我当然希望出现反弹 但是如果今次又是一次 藤花一现的短期结仓 老实说 我觉得大部分投资者的兴趣就不大 就是现在sorry 全世界都正在说 如何去投资 Asia x China 或者EM x China 那么很多的取消基金 无论美国甚至现在欧洲 都开始是 当然是有政治的成分 在里面 那就是要说 逐步退出这个中国投资 就是最出名就是 例如最近 出现这个sequoyer 要 split 成三分公司 就是美国、中国和印度 我想背后的原因 不多不少 是跟这个中美的tension 是有关系的了 那么 外在的原因是重要的 就是如果要搞一个 就是差不多中国从来没见过的 健康万流出来 那么首先你中美关系 必须要有所修复 which is really difficult 就是缓和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梦想 做不做到不知道 但是真的要修复 我想不是短期内见到的 然后更加重要的就是 当然就是我说了很多礼拜 就是中国的内部政策 就是如何减低那个失业率 尤其是年轻人 就是超过20%的城市失业率 那如何就是令到国民有信心 再次去投资 消费 因为最近这一两年 其实唯一升的不是投资 不是消费 是这个储蓄率 那之后 那之后 既然你要 各人是有就业 有对前途有信心 才会结婚 然后才会生孩子 那才可以 turn around the demographics 这个dead spiral 下去 那才有可能 中国的trend growth rate 是不要那么快跌下去 就是说 只有3% 那样 就是再这样子 你长期来说 都有可能是超越美国的 因为美国的trend growth rate 可能只有1.2% 亦都看过通胀 以及看这个汇率而定 那但是呢 即使你能够超越美国 都是会叮咚码头 那这个对地缘政治来说 是很危险的 就是大家两个国家这么接近 那之后呢 还有就是你中国 不管别人了 你自己内部 如果没有超过3%的增长 其实你就业是不稳定的 可能那个失业率是继续攀升的 which is really really bad 那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 就是 歸根究底 就不是说 哪个trade是clouded 哪个trade是疏落一点 冷清一点 好了 那看准就可以结仓了 那这个是短期的现象 但是长期必须有正确的政策 令到经济是充满活力 那大家才会愿意去消费去投资 那所以 While i respect 就是这些那么timely的report 出来说 要做空这个magnificent 7 然后呢 就要做多行指 但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技术性的 长期一点来说 我期待有新的 好消息 在中国走出来 那另外 AI we are at the beginning not at the end OK 多谢 我们拥有magnificent 7的财务权益 Thank you 拜拜